埃及住的好嗎 會不會很簡陋啊 今天旅遊安排的住宿 我可以看到 令人印象不到 然後奢華舒適的一面 我們在開羅的話 有機會去住到麗子卡登 那在麗子卡登的大廳 仿造雕刻的壁畫 所以你在住到開羅麗子卡登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像住到那個補漆裡面的感覺 行程的末端 我們是住到田平斯均 房間裡面直接走到紅海的旁邊的海灘 的沙灘 去那邊玩水 那裡面還有很大的一個露天的用池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跟同業的有什麼不同 市場上埃及最完整的一個行程 那其實埃及不只是只有吉薩金字塔 像是我們有特別安排 丹德拉的一個神殿 據說它是埃及最美的一個神殿之一 它是即是哈桃的女神 那哈桃女神主要是掌管愛情跟音樂的一個女神 我們還會去麥迪涅特 這個是同業可能也不一定會去的一個神殿 它在那邊的雕刻還有上面的色彩 其實保留的非常非常完整 那可看性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們去參觀帝王谷的時候 我們會帶著大家會再去參觀三個領目 所以我們在帝王谷有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參觀的體驗 那接著大家很關心的阿布行貝 我們會周圍的飯店入住 我們會兩次入園阿布行貝 意思是說我們會在黃昏的時間進去看一次阿布行貝神殿 看那個黃昏 那晚上的時候在那邊欣賞很精彩的一個燈光秀 那隔天早上一早我們會再去看到日出 光線日光打進去神殿的景象 所以是很特別的一個體驗 那接著回到了凱魯 我們就會去參觀埃及博物館 2024年最新開的大埃及博物館 還有埃及古文明博物館 那其實這都是非常完整的一個行程 尼羅河好玩嗎 有一定要去買嗎 尼羅河是埃及之母搭上這個郵輪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在加坂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在尼羅河上面沿著河岸工作的農夫 有時候有機會還會看到小孩子可能沿著河岸在那邊玩耍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體驗 那透過搭乘尼羅河郵輪這樣的一個經驗 其實大家就可以去完全去體會到為什麼 大家都會說尼羅河是古埃及之母 然後孕育了非常多埃及的文化跟生命 那其實我們在搭乘尼羅河郵輪的時候 我們選的品牌都是比較大的 像是Momentpick還有Fala 還有叫做Mayfair 所以其實這些郵輪的體驗跟品質都是非常好的 那我覺得大家郵輪旅行到一個非常大的好處 就是說我們因為埃及有一些塞車的風險 特別是在大城市 那如果說我們用郵輪去旅行的話 我們可以避免掉塞車 然後在車上等很久的那種辛苦 我們可以直接在郵輪上面休息 睡覺然後過一下子睡醒 然後就直接下到景點去參觀 我覺得這是最棒的一個地方 那參觀博物館神殿會不會時間上安排的很倉促呢 基本上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們是阻擋深度全攬 那我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景點裡面 有一個最完整的一個參觀時間 詳細了解這些埃及的一些故事啊 歷史 努比亞人其實是跟北邊的阿拉伯人 所不同的一個人種 我們會帶大家去參觀努比亞人的村莊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努比亞人他們的 不管是建築啊 還有飲食習慣啊 還有文化啊 其實都跟北邊的阿拉伯人 其實有不太一樣的一個呈現 所以假如說大家有機會去看到 努比亞人的一個生活的話 所以跟阿拉伯人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對照 所以我覺得也是一個很精彩的一個 可以去參觀的一個地方